第25题 蓝牙将一杯温度为80度C 质量为100公克的热水 倒入一杯温度为20度C的冷水中 不计热量散失 均匀混合后的水温为44度C 则此杯冷水的质量因为多少 我们晓得我们计算的基本想法就是放热 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而这一题没有散热 而怎么算热呢 公式叫做H等于M S delta T 谁会放热 高温的会放热 80度C的放热 质量是100公克 比热是一 温度变化 我们用的是相等等号 所以用的是高温减低温 初温是80度 末温是44度 所以高温减低温是80减掉44 等于谁吸热 20度C的水吸热 质量不知道比热是一 温度变化 一样用高温减低温 44减掉20 所以这里就变成100乘以36 等于24x 除以6这里会变成4 这里会变成6 再除以2这里会变成2 这里会变成3 所以2x就会等于300 所以x就会等于150克 因此第25题问我们说 则齿杯冷水的质量应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B 150克 作詞 作曲 standards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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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us生